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声好 试试 这个琴还有点重 没声音 二级 二级 它不就是个普通的电声吗 一个跟叉音响效果器那个没任何区别 这个有什么好练的 你还不是随便找个地方 别急 你把那个黑的打开 我用你 这个 对 哎呦 还闪动吗 你再试试来 现在是什么 湖蓝色 播片 然后看 玩笑 天哪 这好像就 这个音色怎么轻换的 还有点下那个 中间那个 中间点个屁呀 那黑的 摁一下 哦 哦 紫罗蓝色 这什么意思 过载吗 下一个是什么 Clean 对吧 这个好像有点压缩的声音 好像少少放开 还有 这是橙色 这个不是有点像马逊的吗 高增益 哇 这些混一个 好像只有四个音色 对 默认是只有四个 但是我要在舞台上演出 比如说我这个先用Clean 然后比如说我要这个solo了 我要开始发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刚刚刚来不及 哎 有办法 稍等 哎呀 我靠 你这个 哦 踏板啊 是的 摩尔自带了一个小踏板 哦 对 有这个道理 1234 随便切换是吧 是的 默认呢 是只有四组 对啊 我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我现在一号完了 我要四号起 来不及切 对啊 你就利用这条菜 但是这个 这个踏板我怎么直接打开就行了吗 打开要通过摩尔的官方APP去连接 哦 但是他就四个音色吗 哎 那没有 他还是可以通过 他 旋钮可以通过彩钉可以换很多种不同的 你现在只是第一组 他有很多组 哦 一组四个 是的 好多组 哎这倒可以 这个还带什么 哎不光音色啊 还有什么 还looper 嗯 然后自带调音 我喜欢 对吧 调音还有呢 嗯 还有鼓积 鼓积 是的 这个东西也挺方便 这如果再加 用挺好 但是我平常 你看我为什么在这录原声器 惦记他太烦了 以前录过一个音箱 效果器 然后调 然后弹弹弹觉得音色不好 然后想办法再搞半天 搞半天自己也不愿弹了 再加上你看我他有机弹这个施针 我记得刚才是黄色 你看我弹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什么 你看 你看我这肩膀都翘在这 所以时间长了 我这肩膀会咔啦咔啦响 不过这个琴还可以啊 你看漆面 让我看看这个琴什么 GT-RS 稍微有点重呢 为什么 自带了个效果器嘛 哦 对对对对 效果器 这个还有供电装置 也有电池在里面 难怪稍微重一点 这个重量好像比 Shadowcaster要稍微重一些 但是好像和Lessport差不多 和Lessport左右 对吧 标准的配置吗 五档切换嘛 两个单一个双 这个应该配摇把的哈 对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音量 对吧 是 这个 对 中间的声音应该是Turn 能够让声音变柔和 变亮 你看 踮起他手 实际上在弹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品丝一定要很柔滑 哇 舒服 好 品丝还行 但是我喜欢那种抛光 做的特别好的 应该这个还可以有更大的进步 上弦这还行 骨质 这琴琴不错 烤分幕的琴琴 琴头的形状做的也挺有 挺有范儿 嗯 总体还行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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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啊 还是你弹吧 老箭受不了 哦 啊 啊 还是你玩吧 东西不错 嗯 你自己玩吧 好 还行 这个蓝丝 很漂亮啊 这个啊 你自己玩吧 的 倒是 这 是